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宾中有一位26岁的小伙子长相俊俏 但不幸的是得了白电风皮肤病 不过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的病开始慢慢的恢复了 眼前这个小伙子叫李国胜 甘肃人26岁和一年前相比 李国胜完全变了一个人 2007年李国胜在兰州当地医院查出患了白电风病 但几年之后的治疗都没有效果 李国胜也变得越来越内向 不过李国胜并没有放弃 还是坚持一边打工一边治病 让李国胜想不到的是 2012年他的命运在兵州这家医院发生了改变 因为家庭贫困 医院给他减免了所有的费用 经过治疗 现在他已经基本痊愈了 还在当地找了份维修汽车的工作 为了让更多的白电风患者得到救助 我们公共频道和医院共同发起了 美丽笑脸七路行救助白电风患者公益活动 救助项目包括 为17名贫困患者免费治疗 直至白班恢复 为100名患者免费试制 每人捐助2000元 为1000名患者免费检查 每人捐助500元 如果您身边有白电风患者 都可以参加报名申请 电话是4006-567-178 免费试制活动 就是让患者不花一分钱 治疗有效后 再决定治疗 特别对白板长在脸上的特困患者 进行免费救助 公共频道和宾州华海白电风医院 共同发起了美丽笑脸乞书型 救助白电风患者的公益行动 正在进行当中 那今天济南张秋的一位24岁的小伙 获得了免费救治的机会 赵磊 济南张秋观庄镇朱家喻村人 五年前 当时发现自己得病时 他才读大医 说起得病的原因 赵磊觉得可能和奶奶 换白电风有关 属于隔代遗传 虽然她从来没有埋怨过奶奶 但自己心里总是过不去这个坎儿 没办法 赵磊只好选择休学 虽然治疗一年得花费20多万 但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 为了不耽误孩子 赵磊的爸爸打算贷款给他看病 在宾州华海白电风医院 我们见到了赵磊 从接受免费就职到现在 已经入院10天了 平时就喝药 然后去照光 感觉我感觉这儿有一点变黑了 每天除了接受治疗 赵磊还和几个病友 一块打打篮球 再过半年时间 他就能完全康复了 在宾州华海白电风医院 赵磊正在和一个老外病友 打平堂球 和之前相比赵磊剪了短发 小伙子更精神了 这脸部这块已经连起来了 周围这一块也开始疏缩了 自信开朗 赵磊现在还有点想家 想爸妈 等病好了 他打算去找份工作 挣钱养家来减轻爸妈的负担 在中秋佳节吃月饼比赛 可以说是最应景的节目了 经过激烈比拼 这位印度病友科迪亚 获得了第一名 学长汉语歌学说绕口令 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在医院记者还见到了之前 采访过的甘肃患者 李国锋和张秋小伙 赵磊 因为治病 今年不能在家过节 他们有话要说 妈妈爷奶奶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不能回家了 在这儿 也挺开心的 中秋节开心了 宋维堂家住 林仪宜南县和日照举县的交接地区 一进宋维堂的屋 一股潮湿的感觉 让人很不舒服 屋里没有通风的窗户 房顶用来照明的玻璃窗 很是刺眼 因为家境不好 宋维堂外出打工 挣了钱要用来过日子 供儿子上学 所以家里没有闲钱给他治病 宋维堂只能自己忍受 白巅峰给他带来的痛苦 我都是把苦的 麻在地里头都在那里 跟着自己的水 都在那里 你这个严谈以后 也不感觉要苦的 我跟姑子去那儿 他不叫我吹 一等到城市卡着 看着丈夫的样子 宋维堂的妻子很心疼 因为他知道 得病四年来 自己丈夫从来不敢穿短裤 那是啥滋味 不过日子虽然过得苦 但他们有笨头 因为上高一的儿子 学习非常好 也正是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 宋维堂决定 寻方看病 主要是为了交恨以后 这个欠童问题 或者出去一个什么厂门来以后 找个假装以后 出去床来以后 一两百天分 太难看了 虽然你不在咱们 15到30岁的范围 但是听他们说 你反映你家庭比较平坦 保护你两万块钱的资金 让你治疗 在小浩奶奶家 陈舅的摆设能看出 这个家庭的贫困 桌上摆着吃剩的咸菜 而天文讲座的东墙 却让整个屋里充满阳光 街坊邻居都说 小浩是个好孩子 只是这个家太困难了 一个多些月 一个半月不得多 就四月住了 再也没回来话 没回家话就说 没联系 他爸回来吧 三个孩子 两个老人 就说都没有劳动能力 就他爸爸 把一个人打拎工 小浩爸爸兄弟两个 叔叔婶婶 还有两个双胞胎弟弟 都有些智障 大家的生活 都靠七旬的爷爷奶奶照顾 2012年 小浩查出得了白电风 在得知小浩的遭遇后 安心医院决定免费给小浩治病 下一步就给你免费 治疗你这个病 把你这个病撤击之后 但是你必须要喝药 好吗 在宾州法海白电风医院 我们见到了八岁的小浩 住院快两个月了 病情已经恢复了大半 小浩爸爸已经半个多月 没见儿子了 都是奶奶一直陪小浩在医院看病 因为天气变凉 今天他专程来给孩子送衣服 整病好了以后 下去这个要把孩子接回去 跟他好好学习 跟他好好想学 对他抓了病以后 对不起他 我努力挣钱 挣钱让他靠个好学习 靠个名牌打赏 他这个 再用不了一个疗程了 就可以出院了 他这个效果很快 因为他这个汗毛变白 他得有段多调理的过程 刘成今年以忧郁的成绩 被山东一大学高校录取 可看着大学通知书 刘成一家人却高兴不起来 他记得大消费 我不是说了吗 午后的时候不打就没了 没了那么多钱 现在他说我会打过去了 还差一强 刘成父亲说 本来自己在外打工 孩子母亲在家里 还养了两头牛 公我儿子上学不难 可是2008年的一次车祸 让这个家庭遭受重创 到现在刘成父亲胸前 还有钢板 双腿都没有胳膊粗 高于那年 刘成又得了白电风 就是对那个警生方面 打击比较大点 但就是挑战后 心情的时候 可能他发展慢点 曾经全校第一的刘成 因为得病 成绩也下滑得厉害 不过面对生活的不幸 他没有消沉下去 在重拾信息后 最终考上大学 病重法海白电风医院 在听说刘成的故事后 也想尽自己的一份爱心 把这个涂免不得了 我们就给他免这些 一切都免了这个 包括这个平衡治疗费 还有这个床卫费 药费 治疗费一切都免 在早庄学城 有这样一个女孩 村里几乎所有的对联 都是她来写的 很多同学都羡慕她 可是就在两年前 一次意外 让她的命运彻底改变 宋天娇二十三岁 今年大四 屋里摆满了大大小小 各式各样的证书 书花讲的书 然后我的作品也进入了 不只是书法 大学奖学金 健美操 演讲比赛等证书 无不证明着宋天娇 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生 然而大二那年 厄运降临到她的身上 男人在一边 突然间聊三天之后 就全部都是半个 本来就是这个 我都找出来的 男人在我的学院 我写的我脑子得演一样 我学校不敢抱怕 但是我觉得 我去年厨师曾经那么高 去年那个分手 去北大富士都行的 但是我现在就感觉 发布不开 2011年经过检查 宋天娇被确诊为白巅峰 为了能给操劳的父母 带来安慰 宋天娇坚持练字 她希望自己的一首好字 有一天能改变命运 得知宋天娇的情况 宾州白巅峰医院决定 免费给她治病 但是家庭也比较贫困 而且又比较有才 所以我们要穿的衣服 给你全部治好 给你把它变成正常肤色 好好治疗 好好学习 考上好的研究手 看看这形态各异 造型别致的盆栽 再看看这微妙微笑 大小不一的石头 这些都是李世勇的作品 您可别小看这些盆栽石头 它们可值不少钱呢 李世勇说 这些都是她的心血 好的树根 得上百里以外的山上 才能找到 像门前的四盆 迎春花盆栽 就花了她二十年的时间 现在靠这些盆栽石头 她每年有十几万的收入 可谁又能想到 在十五年以前 她却是因为得了白电风 而丢了工作 后来李世勇在爱心医院的帮助下 看好了病 才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今天爱心医院的院长和工作人员 专门来看望她 那现在救助白电风患者的公益活动 仍然在进行当中 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患者的话 都可以帮他们打电话报名 申请免费的救治 电话是4006567178